Hello 大家好 我是伊拉 早晨起床 拥抱太阳 大家都知道我在苏州 然后苏州有一条很著名的街叫做山塘街 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我打算趁着周末出去玩一下 在这之前我要先收拾一下我自己这张脸 总不能这样出去对吧 最近我这边长了一个小闭口 然后我手线把它给挤成了雪茄 现在发出成了一个很大的质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手电爱挤兜兜哦 洗手间现在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转战下一步的化妆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被波波快要抓烂的沙发 真的是 我感觉今天紫外相好像有点强烈 所以说我今天可能要画一个防晒气数比较高的妆容 不然的话可能白天出去还挺白的 但是晚上回来可能就可以翻个堵 在画之前我先喷一下保湿水 像现在上天天气只会越来越热 紫外线越来越强 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 所以我就翻箱倒柜翻出来了最适合我的这款防晒喷物 是不是还跟我今天的衣服颜色特别的搭配 这款是麦袖雷敦的新币防晒喷物 真的是超级好 我回购了好几瓶 我当时买的时候就看到 介绍说有清水的防晒技术 意思就是说你脸上有血流汗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喷上去的 它的防晒时长足足有80分钟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夏天的时候选有防水性的防晒是真的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一流汗就要马上补涂 像我们女生平时出门活动逛街什么的 防晒就真的很重要了 这新币蓝喷的防晒值也是很高 在户外是足够用的 所以我超级喜欢 而且它还有降温10度的功能 尤其是在夏天天月的时候 喷晒身上会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 给你们感受一下 真的是很凉爽 真的是很凉 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化妆了 等化完妆也就差不多好了 那我现在就开始化妆了 因为我今天会在外面待一整天 所以我今天就会化一个定妆好一点的妆容 我今天用的粉底液会比较持久 好了 最后一步的定妆是不能少的 不然一天下来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容易脱妆 因为很多女生说化了眉毛之后 后半截就消失了 或者说是形状不好 所以说眉毛也要定一下妆 好拉 现在我要去换衣服戴一下首饰 好喜欢今天的美头 我换衣服戴一下头发就可以出门了 现在我要出门去了 大家跟我一起去旅行逛山塘街吧 上手防晒喷物出门要随时再上 这样才可以随时不服 先休息一下 我要不要吃一根冰棍再走呢 算了我出去再吃吧 我要走了出门了 我们在山塘街见哦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西里山塘街 我现在来找一下有哪一些网红店 因为要去的那家店有点远 然后我现在坐的这种小车车 你吃到今天要多吧 对 不然的话走路要走十一分钟 然后我今天又穿着高边级的时候 我决定放进来 就坐这种小车车带你们看这个山塘街 然后我回来凶楼再走路 然后凶楼再一一给你们介绍 因为这样有点走路方便 这个是我今天要去示范的第一家 叫咸阳楼 咸阳楼 不是 叫荣阳楼 再看一遍 对 这里面还有排队 有很多老人来排 应该是真的很好说 我觉得 现在我已经点好餐了 我点了一个小馄饨 还有一个半壳的时间 今天的太阳我感觉还是蛮大的 幸好我不能绑下来 不过我刚刚不小心把这里给倒入 我看要瞬间高还不错 但是温顿的话 有点太厚 应该就是我们红箭的那个小扁食 那个真的超好吃的 强烈推荐你们去红箭旅游 现在这个给你们吃我就不吃了 留给你们 现在我吃完出来了 我觉得也就一般般吧 不过他家的那些青团什么的还挺多人来 但是我没有排队因为要排很久 如果你们来山长街的话 我会推荐你们去试一试他们家团队 但是小馄饨什么的就不要去尝试了 而且如果你白天来的话是没有面的 它只有到煮吃饭的时间才会有面 好久好久就会找到这家店 我真的是自封买了这个金币的蓝喷 然后每次出来的时候都一定会记得补它 自带降温功能的喷嚷就是少了 而且它还是130年曼秀雷登吉下的专业防晒品牌 确实是挺好的 像现在夏天的户外活动会比较多 或者是玩水上活动的时候 完全是可以带上它 下一站我们就随便逛一逛吧 来苏州的时候可以逛逛苏州 试一试他们的时髮 很合身 很好看很喜欢 特别是那种身材高瘦的女生 完全是可以试一试的 我感觉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了 我感觉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要回家了 所以我现在要回家了 今天一天过得很充实感谢你们支持 如果说之后你们还想看这种生活类的分享的话 我会多拍这种视频给你们看 拜拜 晚安 晚安 i don't care we can go anywhere wanna see